台北市社会教育馆为进入行线纪念 从今天开始举办三天的国语演讲比赛 今天首先进行社会组的比赛 社教馆馆长杨志实在比赛前致辞 他说政府行线带来了社会繁荣和进步 希望参加比赛的人就各行各业讲述对宪政体制的感受 参加社会组的一共有29人 比赛结果第一名是王杰林 第二名是徐安利 第三名是傅赫山 明天将继续进行高中和大专组的比赛